大家好,我是笑敏 今天我们吃芦笋炒木耳 如果芦笋比较老,就需要把下半部分的皮削掉 如果是这种比较细嫩的,直接把下面的老根掰掉就行 芦笋这样斜着切得薄一些,就可以直接炒熟,不用焯水 木耳可以用凉水慢慢泡,也可以这样用开水焖泡 这样比较快,这是用开水泡了20分钟的样子,就可以拿来做菜了 我喜欢带一点葱油香味的炒芦笋 如果你喜欢蒜香味的,就放些蒜末 炒的时候再少加点水,等芦笋变绿变软,加点盐就可以出锅了 不需要其他的调味料,吃的就是芦笋的原味 谢谢大家观看